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蒸发排放控制系统通风控制电路故障是什么意思?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OBDR动力总成代码。 它被认为是通用的,因为它适用于所有品牌和型号的车辆。 1996年以后,尽管具体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型号而异。 排气阀只有一个目的。 它关闭以密封通风孔,因此EVAP系统可以加压并确保没有泄漏。 紧急排气阀通常在钥匙接通时提供12V电池电压。 ECM的驱动器控制地面,接地后激活阀门,将其关闭。 如果ECM在控制电路上检测到接地短路和断路或电池电压短路,则P0446将置位。 代码也可能涉及ECM检测到EVAP系统在测试期间无法达到或维持真空状态。 症状除故障指示灯,没有点亮外,驾驶员没有明显的症状。 原因代码P0446可能表示已发生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。 排气阀故障排气阀控制电路上的开路,短路或电阻过大排气阀堵塞PCM不良可能的解决方案。 使用P0446OBDII故障代码,这里有一些事情尝试。 更换排气阀控制电路中的电路开路,短路或电阻问题修理电源电路中的电路开路,短路或电阻问题更换PCM。 其他EVAP故障诊代码,P0440,P0441,P0442,P0443,P0444,P0445,P0447,P0448,P0449,P0452,P0453,P0455,P0456。 占捣人员 Hível 残原水 占捣人员